市民代表蒋邦法的总质询 依旧是为美轮地区的开发建设来请命 他表示16股大道已经开通 而接下来要再完成东西向的道路开辟 才能够提升美轮地区的建设投资条件 促进美轮地区的繁荣发展 市民代表蒋邦法表示 唯有开辟道路才可以促进地方发展 他针对荣家旁道路新建 希望施工所可以有所进度 要赴先开路 尤其是我们民意社区大城的民意里 后面有很多的私人地 其实我们的村子只有348国有地 国家阵营给我们的 那一整片在花园县来讲 那块地是最漂亮的 因为美轮地区要找到这么一大片地 又没什么建筑物在上面 如果说把它 它的地目是鉴定的话 未来开发潜力很大 现在十六股大道在田市长任内已经把它打开了 现在你看已经方便东西向 还有一条东西向从荣江那边为什么要开出来 那民想里 民心里那边过来 就不需要弯到十六股大道那边去 这边就直接可以通到丧之路 衔接十六股大道 计划道路开口以后 那边增值的潜力 有要去开发商有对这个就会有兴趣 我想就会可以改变花园 尤其改变没有人这样 另外蒋邦法也针对殡仪馆电子晚联系统不进周延理想 要求市立殡仪馆赶快改善 以表示对往生者的尊重 另外还有大臣文化的推展计划 蒋邦法希望可以设计多元有趣的活动 吸引年轻的族群到花莲来体验大臣文化 介统会 欢迎视报道